印尼居然要对我们加关税了 印尼贸易部长公开宣布 计划对中国制造的鞋类 还有服装等等产品 征收高达100%到200%的关税 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带印尼如初恋 印尼带我如诈骗 中国是印尼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连年占据着榜一 也是印尼最大的投资方之一 去年给他们投了73亿美元 是我们在东盟砸钱最多的地方 尤其是以电力为主的基建 可以说全是中国一手带出来的 但是印尼显然没有考虑这些好处 他只看到我们抢占了他们的市场 像这两年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是有一部分转向了东盟 印尼的轻工业 尤其是纺织品 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印尼的税务部门正在制定计划 考虑到印尼它主要是从咱们中国 还有越南和孟加拉进口纺织品的 所以这些国家的产品 可能就会成为印尼新关税的目标了 要说起来 对于他们的冲击确实是有意些 从2020年之后的三年 印尼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是大增了40% 成品份额中国占到了66% 原材料份额我们占到了48% 那印尼就会担心了 自己工厂的产能利用率都降到了60%了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 产业怕是要崩溃啊 很可能会造成大批的失业 但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曾经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过 就在6月份 两国双元项目在印尼破土动工 这个项目干什么的呢 它可以直接给印尼带来3000个就业岗位 还能够帮助印尼填补高端面料制造的空白 永久地提高印尼纺织业的竞争力 但是奈何人家不领情啊 我们想帮他们赶紧升级 把他们带出新手村 但是人家呢 只想把我们赶出去 怕我们耽误他们打小怪 那你说加关税这个时候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对一些出口的企业肯定是不利的 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业品 主要像是那些电子产品化工材料 还有纺织品这些 对于印尼的出口是比较多的 那这些行业的公司 尤其是受到关税直接影响的纺织品 对于印尼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但这个事呢 如果单看印尼其实也还好 主要还是怕这个事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东盟的贸易格局 2023年开始 中国RCEP对印尼正式生效 按照这个协定 90%以上的货物将实现零关税 可是你看现在才过了一年 印尼就出尔反尔了 如果说东盟都像印尼这么搞 那么畅通无阻的贸易环境 就会被破坏了 我们的那些低附加值的产业 又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一些企业呢 可能只能被迫向高端去转型 其实话说回来 不管贸易伙伴是谁 我们都没法对他人抱有太大的希望 我们只能走好自己的路 坚持调整产业结构 制造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 像欧美呢 是害怕我们发展高端制造 东盟呢 则是害怕我们发展低端制造 这也没法选啊 要选只能选择发展航母制造 这或许就是大国的孤独 这也就是大国的孤独